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老人家的教诲 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第一集 在第一集当中 我们学习到 师长老人家有强调 给我们开启了这个经题 亲近平等绝 这个是我们用功的重点 我们修就是要恢复我们的亲近平等绝 像在第一集当中 老人家有提到 我们能够想佛 想菩萨 这样我们的心是亲近的 就能把我们无死劫来的污染洗刷掉了 毕竟我们在轮回当中 很难不染污 但是我们的心只要不亲近 它又会在轮回心造轮回叶 那我们还是免不了轮回了 所以一切心门以尽心为要 我们一个礼拜才见一次 我们今天有没有比上个礼拜二 心更亲近 所以修行 师父领境门 修行还要靠个人 我们得要自我堪厌 得要检查 老人家说到了 本经里面教给我们的 喜心一行 无碍如等 苦心毁育 受语经法 我这一段话 也点出来 他老人家的心境 用心良苦 所以我们听到他的惊叫 要好好的思维 好好的奉行 尊卑男女 眷属朋友 其实这些经文 我们都应该随文 入贯 尊卑 这些句子跟我们每天的生活 息息相关 男女 眷属 朋友 转向教育 我们这个礼拜 有没有跟亲戚朋友 介绍佛法 介绍念佛法门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也探讨 我们要转经 无量寿经 这些句子在哪里 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之中 自相 约减 互相 互念 互相 提醒 和顺 意里 欢乐 慈笑 我们都在敦伦 敬愤当中 所作如犯 择置 悔过 尤其我们新的一年来了 我们也期许自己 过去一年 深口意的错误 我们要厚不再造 去恶就善 招闻 细改 我们只要听到好的教诲 什么时候落实 当下 招闻 细改 奉持经界 如品得宝 佛法是宝 世间的宝 在这一集 老人家给我们教导 世间的宝 解决不了生死问题 秦始皇 和五弟 派人出去找长生不老药 那还是死了 解决不了 根本的生死轮回的问题 那我们遇到 无上甚深 微妙法 我们要珍惜 奉持经界 心境是如品得宝 非常珍惜 改往修来 喜心 意行 老人家说的修行 就是修正错误的 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我们真的这么去做了 自然敢将 所愿 则得 佛事门中 有求 必应 我们求 求不到 是有障碍 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 佛事门中 有求 必应 但是这个障碍要去除 就是 无量寿经教导的 要改往修来 喜心 意行 尤其要把心 的染污去掉 喜心 意行 老人家 在这里 教导我们 怎么 喜心 这都是第一集的 我们先复习 这几段 很重要的 教导 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的 通通不想 那我们上个礼拜 学过了 我们检查检查 我们在 这七天当中 我们 我们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多了 想阿弥陀佛 有没有多了 除了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的 通通 不要去想 说实在在话 你去想其他的 对谁有帮助 那牵肠挂肚的事情 烦恨了自己 还搞得旁边的人 担心你 所以尤其我们当妈的人 都会操心 我们得冷静 操心对谁有用 学佛 亲近平等觉 得觉悟 得理智 理智 想一想 真正为孩子好 念阿弥陀佛 因为你念阿弥陀佛 你烦恼清智会长 你会抓住很多 很重要的机会教育点 你假如常常操心 操心的 头昏脑脏的 机会掉一点出来 我们也抓不到 亲近心才能生智慧 真爱孩子 真希望用智慧指导他 那就真念佛 那当然 大家不要听我这么一讲完 工作的时候 也不工作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那个上司一看 这个人在干啥 工作也是念求生净土 是一不是二 假如是二 我们就生分别了 就生烦恼了 你在那里办公的时候就想 也不多一点时间给我念佛 还得给这个老板打工 真是有一点点不情愿 我们看第十八院 自信信药 真的想去 信药 药是 哎呀 恨不得马上就去 才是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所以净土法门 正住双修 住修是什么 吉功雷德 什么时候是吉功雷德 生活是吉功雷德 工作是吉功雷德 处事待人接物 哪怕去应酬 跟亲人去聚餐 通通是功德 用真心 处事待人接物 应酬 都是功德 这个是老法师在菩提心 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给我们的指导 我把它转了一下 应该大家听听看 有没有转错 老人家是说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 不是念佛 陈德 陈德当时候 听到这一段开示 真是卢品得宝 这么精辟又圆荣的开解 不容易听到 老人家不是这样在用功 讲不出这样的法语出来 我们不依照这个法语来做 我们就会落入分别之作 就会觉得念佛比较高兴 工作不高兴 一心入一切尽 以念佛的真心 入一切的境远 不管是在家庭扮演自己的角色 还是在工作 尽忠止所 通通用真心 通通是念佛 通通是功德 老人家讲这句法语 后面还加了一句 几个人懂啊 别人懂不懂 我们不管 我们不能白听 我们得把它听懂 进一步照着做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 生活 都是为了 几功雷德 求生净土 通通 离不开 义佛念佛 离不开 求生净土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那我们要检查检查 我们有没有一工作 就把阿弥陀佛忘了 就把往生极乐世界忘了 然后在那里哀声叹气了 尤其今天我们又进入 第二品 德尽普遍 德尽普遍 极乐世界 普遍 菩萨的法界 普遍行 在哪里 佛门说 身则决定身 我们假如当下的生活 就是普遍行 能不能往生 身则决定身 那频道都接上去了 怎么可能不往生 去则食不去 早就接通了 修行 目标不能定得太低 我能够下屏下身就好了 这个目标有点 Dangerous 有点危险 你一不小心没有拉上 咋办 所以老人家在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讲到了 你把理论 方法 境界都搞清楚了 你这一生 决定去上品上身 目标要定得高原 老人家说了 用念佛 洗心 意形 恢复 清净心 这是真话 现在的人迷 迷得很重 认假不认真 真的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真的 海贤导和尚说的 念佛是大事 其他的啥都是假的 念佛是真的 所以义佛念佛是真的 而且会现前当来 不是临终当来 我们都要很有志气 赶紧 让阿弥陀佛 跟我们其感应道交 我们就现前 就见佛了 现前当来 我们说早一点 拿到往生的把握 祖师慈悲 帮助我们怎么 意佛念佛 夏年居老居士 编的静修节药 短短的三十二段经文 把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寒色的非常的 周全 我们这个定课 不要断 黄念佛还说 你念久了 你就背起来了 你坐公车的时候 搭地铁的时候 都能念 一有空 马上 这个静修节药的经文 就起来了 静修节药 加持力非常非常的强 陈德有一次在香港 我们要办课程 还没开始 摄像的人被附体 当时候协会的领导就说了 我们一起 拜静修节药 当时候请 承德 当时候还没出家 带着大家拜 拜到第二拜 这个摄像的人就恢复正常 所以这个静修节药的加持力 非常强 非常强 整个 静 密 教 大臣 小臣 都在里面 这个也是下老 对我们 这个时代 大家生活 工作 节奏都 很快 修学的时间相对少 他的大慈大悲 我们得好好珍惜 老人家也提醒我们 不要认假 不认真 现在人迷 迷得很重 真的是阿弥陀佛 他不相信 假的是什么 钞票 偏偏相信 现在拜经主义 偏偏相信 钞票了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当然 你面对现在的人 你也不能一开始就跟他说超标是假的 他说你这个人老是有问题 不然我怎么养家 咸父等十六正式 还有一个会变才菩萨 我们这个会变也很重要 要跟众生介绍佛法 念佛法门 也要弃人家的鸡 一下不能太高调了 不能不接地气 人家柴米油盐 酱醋茶 都要用钱了 但是你把道理跟他讲 命里有时 终须有 他多操心又不会多一点 又不会加点利息 甚至多操心 在关键的时候还做不好事情 反而对他的福报有损 让他能用平常心 来对待财富 利得心安 不然再有钱的人 心都不安 怕他的钱缩水了 所以真的佛法是宝 才能让人家心安下来 所以世间没有乐 都是罢苦 老法师说什么乐 打麻醉剂 不是真正的乐 痛痛快快吃一餐 吃完了 该烦恼还是烦恼 甚至于吃得太痛快了 胃痛了 吃得不够节制了 我听说现在人还要吃四餐 吃午餐的 还有上顿陪 下顿陪 认识一个演员 很辛苦 还没出名 得要去巴结 谄媚这些 编剧 有名的演员 潘关锡 一天换好几个地方 两三个地方 整夜在那里陪人家 吃饭喝酒 最后一餐在那里 早餐店 吃完回去睡觉了 真是上顿陪 下顿陪 终于陪出未下垂 结果呢 这个演员还很年轻 可能是三十岁左右 清光眼 清光眼 继续发展会瞎了 他很有良知 他跟他女朋友说 我们分手吧 我清光眼 他这女朋友很可贵 他说你瞎了 我都照顾你 结果就在那个时候 他拿到老和尚的 这个教导了 他就开始试试看了 因为他很求啊 他就捐一点点 很灵啊 一捐呢 就有片子可以演了 然后就是这样 慢慢慢慢布施 连家里都经营起来了 结了婚了 买了房了 就这样 真是财布施的财富啊 这些例子啊 我们都要多收集一点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老和尚讲经特别常常讲 三种布施啊 那世间人听了 他都欢喜啊 他都愿意去追求啊 先以欲勾迁 厚令入佛制 所以师父这里说到了 每天想 钱啊 天天生烦恼 苦到极处了 聪明的人把他丢掉 绝对不去想他 因为命里有时 终须有 我也 遇过一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自己回想起来 也感叹 钱啊 真的不是说自己能赚的 就刚好在那个运气来的时候 钱追着他 那他命里有的嘛 所以诸位细细啊 去思维啊 冷静去想想啊 你就会聪明了 你就会有智慧了 就能够看破世界啊 这个世界上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我们要真的 不要假的 一切恶业决定不照 不能再照恶业 那个照下去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汇聚时 果报还之受 不再照生口意 三恶业了 这样心尽 果土尽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心清静了 个人一生的快乐幸福 家庭美满 社会和谐 都是以亲近心为基础 人的心地亲近啊 他就真诚啊 真诚就感通了 夫妻交心了 跟孩子交心了 兄弟姐妹 亲人 当相敬爱 无相争及 处得很和乐啊 而且呢 家庭还功德无量 因为 夫妻 家庭都做表法 佛化家庭啊 所以通通是功德啊 成家了 不要一想到成家了 我假如 遇佛法早一点了 我就不结婚了 这个话中呢 还有对当下的不满 修行人啊 常常起这个念头啊 不是很有帮助啊 能不能提升境界啊 关键在能够安住当下的人 不然他一定会延伸出三种烦恼 心不能安定在当下 我们就会生过去烦恼 面对现在的情境 早知道我就不结婚了 越想越气 过去烦恼 又看着现在 这种日子我还要过多久啊 未来烦恼又来了 还有现在 看着马上动心了 现在烦恼 相续不断 所以老人家这段开始非常重要啊 亲近心是我们一生快乐幸福 家庭美满 社会和谐的基础 只要没有亲近心了 身心会有热恼 烦恼 家庭会有摩擦冲突 心不清静了 就贪嗔吃住主了 而且会恶性循环哦 我们心地一清静了 家庭的关系啊 不断的往好的发展 良性循环 不含社会和谐 我们心地清静了 到公司 公司就慢慢变成清静地了 我们去影响 谁不希望清静真诚呢 谁喜欢每天烦恼重生 然后呢 很虚伪的对人 多累啊 他真正遇到清静真诚的人 慢慢就受我们影响了 接着 平等 这段开始 对我们的修学 非常关键 平等就是真辱 平等心是真心 平等就是不恶法门 恶就不平等了 所以不恶就平等了 我们处世待人皆悟 就在这些事项上修平等心 学平等心 其实就是不挑境界 就是对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都恭敬 平等恭敬 就是普行行 我们才能不恶 才能生平等心 接着师父开解的很重要 所以真正修行 真正用功 在哪里修啊 有人说 要到山里面去 找一个寺庙道场 去修去 你们有没有起过这个念头 老人家都在提醒我们 尤其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 我找个山上去 纵然有这个缘分 你也不见得能成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那个在山里面 真的静修个五年十年出来的 是什么样子 都要在镜上念 所以师长老人家说 真正修行在生活里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带人接物 如果你真的是修学大成的 真的是修学 弥陀法门的 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就在处世带人 接物里面 去修清静心 修平等心 用什么方法修呢 用这一句名号 教的多具体啊 我们得用啊 我们就受益了 当我们心不清静的时候 贪神痴起来了 弥后颠倒起来了 赶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他扶下去了 用阿弥陀佛把妄想打掉 把贪神痴的念头也打掉 所以阿弥陀佛名号是清洁剂啊 把我们心里的污染 马上就化解了 所以这叫用功啊 清诸投于浊水啊 浊水不得不清 念佛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而不是每天念十万声佛号 贪嗔痴造起 那个没有用处啊 那个十万声佛号就白念了 古人讲的 喊破喉咙也枉然啊 所以这一段 我们要学会会用功啊 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好 其实我们的念头啊 很细微的 很容易 我们的念头里有贪嗔痴 我们不知道 比方说我们观察自己 观察修学的人 到场去啊 很热情 对每个人 鞠躬啊 合掌 阿弥陀佛 回到家里呢 变脸了 你们去过四川没有 灯 灯 变脸了 大家要注意啊 老人家讲的 佛法是叫我们放下 执着 不是让我们换对象 这句话我们要听清楚了 假如我们 没有听明白啊 我们的执着会在学佛当中增长 换对象了 所以老法是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我今天推荐这一遍 开始推荐了好几遍了 你们看着办 因为老老上说不能有要求 不能有控制 我就说到这里就好了 这一段开始太精彩了 把佛法的刚领 老人家开解的 可谓凌理尽致 刚好 有同修啊 写了问题来了 老人家一看他问的问题 哎呀怎么越修越分别 越修越执着 还以为自己是佛弟子 统统搞错了 那发问的全是佛弟子啊 可是诸位同修啊 我们冷静观察自己 观察身边修学的人 越修越分别执着的 我保守看了超过一半 我讲得太狠了 你们说 嗯不会吧 我不让你们产生反对意见 超过一半 我们一不小心啊 就变成那一半了 修行人要有很高度的警觉性 不然真的会变那一半去了 好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 修行人呢 有一个心念一定要对峙 叫爱真 喜欢 讨厌 他遇到喜欢的事 就拼命去做 拼命去做呢 还得到很多赞叹 他就越想去做 增长贪爱 换对象 在家里面得不到这种成就感 我到道场去 哇 你看每个人都 哎呀师兄啊 阿弥陀佛 你太发心了 你功德无量 听了非常 非常舒服啊 回到家里 这是我们的本分啊 敦伦净奋了 敦伦净奋了 应主为什么这么交代 怕我们学偏了 只要不敦伦净奋了 我们 表不了法了 表不了法会破坏佛门的形象 那还谈什么功德 我们看祖师 应主 敦伦净奋 闲邪存诚 我们看李秉仁老师说 白衣学佛 不理事法 必须敦伦净奋了 一再强调啊 就是我们这三五代人 对本分越来越弱了 哇 你看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很讲本分啊 生了孩子就要尽力养啊 现在人生下来了 哎呀 害我都没有玩的时间了 都想自己多了 那种本分弱了 所以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本分 我们还逃避 那我们就起了讨厌的心了 这就是爱真 真的心了 所以喜欢是留恋说谱 讨厌也是留恋说谱 不要看我们都在做佛门的事 那也是在留恋 别人的赞叹恭维 都是染着 喜欢跟讨厌 通通是情见 都是情子在起作用 通通搞的是轮回业 所以修平等心重要啊 我们不警觉 我们不警觉 义无需求 不需求下 义无比我违愿之下 舍离一切执着 尤其把爱真的心打掉 顺境不深贪爱 逆境不深惩慧 这修平等性了 处逆境 谁二元 无称慧 业障 竟消 诸位大德同修 这个世间没有坏事 你们相信吗 你假如相信了 你现在就会充满了微笑了 为什么 事之是好事啊 真的 了凡世信说的 人之无过救 而横批恶名者 子孙往往作发 大家要去体会一下 你自己没有过救 横批恶名 子孙奏发 那个事情是你做的 子孙奏发 你呢 那功德很大 连子孙你辟应的 都这么大的福报 那我们自己业障 竟消 所以金刚经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读诵此经 若为人倾鉴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他为什么为人倾鉴 先是罪业 因堕恶道 因为过去生造了 堕三恶道的业了 已经世人倾鉴固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 我们把这一段经文 真正搞明白了 明天有人骂你 就是要把你送去做佛 你还难过吗 所以经典是宝 真的让我们当下明里就清凉了 所以老人家是真相信佛菩萨教的 所以对他毁谤侮辱最多的 把他的牌位立在讲经的摄影棚 每一次都给他回向 这个都是我们亲自见到的 老人家做给我们看 所以今天 你最生气的那个人 不能再生气了 再来 每天回向 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 他要送我们去做佛 所以在境界当中修平等 把爱真的心打掉 舍离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能把爱真的心打掉 用平等心处事 做什么事都是功德 好 我看我得止住了 老二上讲得太精彩了 我再不止住 今天第二集就上不了场 好 我们看这个 第二集 因为现在很多人 已经觉得 这个陈德法师 跟大家分享 都没什么精度 这个精度都太慢了 可能有心脏病的人 上我的课不知道会不会发作 所以我还得要考虑考虑 该快还是快一点 不要让他太难受了 我们学东西 不能这个 胡伦吞扫 得学一段 有一段受用 就像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老二上的 这个 讲经 这一段跳过去吧 那一段跳过去吧 好像不是重点 可是我们用心来看 每一段都是重点 大修行人 讲每一句话 他是他的性得流出来的 我们能从治理行间 体会他的心 我们就有 说获了 就有感悟了 比方说老人家 进入经文 每一部经都分三分 续分 法会的缘由 跟人家谈话 一开始要把缘分交代清楚 不是在教我们吗 正中分 要把意趣完全发挥出来 流通分 我们跟人谈话 总要珍惜姻缘 今天的语言 能把什么 宇宙人生 做人做事 把它谈清楚 谈清楚以后 互相共勉 可以利益更多人 不是流通分吗 所以这个三分跟讲话 有没有关系 你看老大上每一次 在大会里面 缘起 讲一讲 这一次谈话的重点 最后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不是流通分吗 所以最后的流通分 是希望听到这一部经的人 读到这一部经的人 都有责任 有义务 将这个法门尽心尽力的宣扬 也就是推荐介绍给一切众生 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大法圆满的利益 圆满的利益 当身成佛 这个时代 末法一亿人修行 含义得到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诸位同修 你们手上有一身可以圆满成就的大法 你拿在手上 你不去介绍给别人 不就不慈悲了吗 所以李秉兰老师说的 你知道这个法门 你不介绍给人家是不慈悲 很有道理 你不知道就罢了 都知道了 你还眼睁睁地看人家轮回 而且我们都是持诵过无量寿经的 无量寿经讲给谁听的 我啊 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给我听的 阿弥陀佛讲给我听的 我读到 父祖儒等 做大守护 是不是在嘱咐我 我总不会 父祖儒等 那个 那个黄继兵会长 那个 曾子佳师兄 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 你这样持经啊 我看持一百年也持不了 怎么受益了 自己就是当机者 父祖儒等 我是当机者 做大守护 为诸有情 长夜利益 莫令众神 轮舵无趣 真的老法上的法 妙啊 我们初学佛 老法上就说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诸位同修 你们借了没有 不要太吝啬了 你真的肯借了 感应不可思议 佛菩萨同体大悲 希望利益众生 所以在无量寿经里 佛讲出心里的话 我爱如等 胜于父母念词 超过父母念词 释迦牟尼佛如是 一切诸佛菩萨 亦如次 所以谁肯把身体借出来 这诸佛菩萨加持就进来 然后跟你有缘的众生 就会因为你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得利益了 佛菩萨祖先承担了 我们把心用对了 这个加持力就来了 承德也是 抛砖引玉给你们信心 我看你们很多人都是学霸 学霸这两个字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的中文大学联考还不及格 中文那么差 但是我学佛以后 我相信 我都不愿意骗人 圣贤佛菩萨不可能骗人的 那佛菩萨 李秉南老师说 自诚感通 那我就相信了 我也不是很复杂 好 有机缘了 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当时到海口去 我的好朋友说 你不紧张啊 底下坐的人都比你年纪大 你假如遇到比你厉害的 我说有什么好紧张的 比我厉害我就抢他上来讲不就好了 在下面拍手多好啊 讲话好记的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导之 很多是自己乱想出来的烦恼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出来抛砖引玉也很好啊 说不定这块砖抛出去了 把这个汤恩比转世的人引出来 那何乐而不为了 因为汤恩比坐在底下说 讲这么烂都敢讲了 那我不怕了 就上去了 就好像老儿上说的 林勘志老居士六十多岁了 女众在家 老老法师就是看到他以后说 那我也可以学了 他小学毕业啊 老人家还高中还念了半年 所以啊 我们看到人家说了 在流通风接着开解 由此可见啊 佛法心量是很大的 希望一切众生圆满成就啊 大臣经上常讲 横辩十方 树穷三计啊 这是佛菩萨的心量 我们读到这里 还要再加一句 这是我本来的心量 性为能入啊 相信自己啊 佛开悟的第一句话 其在其在一切众生 接具如来 智慧得相啊 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 一定可以恢复的 所以老法师指导 学佛首先 扩宽心量 马上 关照自己 还没有 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当下就把他放下了 哪这么婆婆妈妈的呢 痛快一点 你看人家 佛陀在的时候 很多人听经听到一方就开悟了 因为他放下了嘛 放下便是啊 不觉本无嘛 不要认假 不认真嘛 他是假的 照见 五蕴皆空啊 物质 精神活动 都是 刹那生灭 三十二亿百千年啊 都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啊 你把他这么当真 干什么 赶快 阿弥陀佛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那接着 人家讲到 六种成就 首先 是性成就 如是我闻 而且我们从这里 了解到 这个如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用一个如啊 来代表 是 是我阿难尊者 亲自听 佛说的 而且这个集结的经典是怎么来的 五百罗汉 都是正果的 都是亲自跟着 佛陀学 经教的 然后在汇集的过程呢 只要有一个人反对 这一句话就不记录经典 你看 严谨到了极点 这是汇集经典 我们再思维一下 我们怎么拿到经典呢 还有像玄壮大师 这样 不顾生命危险 把经典从天主取回来的 多少高深 所以因缘不容易啊 我们真正体会到 五百罗汉会几啊 这些高深 不惜生命啊 把经典 把经典取回来 我们看 以玄奘大师为例啊 十九年才取经回来 接着呢 要翻译啊 又翻了十九年 真体会 他们的恩德啊 我这一生不成就 太对不起他们了 所以玄奘大师这个纪录片呢 大家有机会可以多看 真的我们那种感恩 这些祖师大德的心啊 油揽而生啊 而且那种感恩心啊 当我们看到经典 那个就自成恭敬啊 来珍惜啊 来受辞啊 所以 如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 是与事实真相完全符合啊 那假如是依这一部经来解释 如是呢 那这个如啊 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 依正的庄严 讲清楚了 而且都是真相 不是虚构的 那老人家呢 还讲到了 佛给我们说的是事实真相 佛教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正确 那既然如此 佛为什么还说了许许多多的经论呢 只要给我们说这一步就好了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 搞得我们眼花缭乱了 因为佛经像大海一样啊 那大藏经摆在面前 我们要从哪一步开始学起啊 不简单啊 那为什么会讲那么多经呢 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 这个法门不是一切人都能接受的 实在讲啊 任何一步经论 任何一个法门 都无法叫大家共同来接受 因此佛就随顺众生的根性 你喜欢哪一个法门 他就给你讲哪个法门 应激于说法 那众生的根性是无量无边的 那佛讲的法门也就无量无边了 所以我们不只不要误会佛 更要知道他的慈悲啊 法门无量是怨血 是要去应不同根性的众生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 他老人家讲 诸佛所以心出事 唯说弥陀本怨海 真的是为了讲这一部经 是他不相信了 再给他讲其他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祖师有一句法语说的 若人适得此法门 一切诸佛皆随喜 你已经在学念佛法门了 一切诸佛爱啊 这个是弥陀的第一弟子 所以就加持你了 所以玄奘大师翻译阿弥陀经是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一切诸佛都随喜赞叹加持你 太听话了 直接了当 不用绕弯路了 也不用绕到华藏世界 然后再有普贤菩萨 带到极乐世界了 直接了当 一步就到了极乐世界了 所以无量光寿是我本觉 叫如 起心念佛方明死觉 叫是 脱笔一阵 显我自心 死本不离 直屈绝路 这是最快成就的方法 叫直屈绝路 这绝带圆融的方法 那佛说了许许多多法 可是你要知道 这许许多多法 最后都归到一法 万法归一 这才是正理 所谓殊土同归 那这个一是什么呢 这个一就是极乐世界 西方净土 这是我们很明显 可以看出来的 无量的法门 同归华藏世界 华藏向大海 到了华藏世界之后 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 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这我们才想象 才体会到 原来西方极乐世界 大概是华藏的中心 华藏的精华 我印象很深 老和尚在新加坡的时候 说这个华藏世界 就是新加坡 极乐世界呢 就是乌节路 这个我们换作在我们国内的话 这个华藏世界是中国 是北京 极乐世界是中南海 还是长安大道 长安街 所以所有华藏世界的菩萨 都要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到那个地方去修学 所以可见得 这的确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了意当中的了意 殊胜无比 我讲到这里 你们都没有露出微笑 你们没有如瓶得宝的感觉吗 我讲得那么高兴 所以老和尚说 你遇到这个法门 就是中了佛法的第一特奖 中第一特奖的人 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走路都会用跳的 叫如是妙法 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习 受此广度生死留 佛说此人真善有 你看认识这个法门 从此以后可以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德同怨同行 这样的人生 妙不可言 太幸运了 晚上都会笑醒 那接着老人家还进一步 给我们体会 输胜到什么程度 修这个法门 你修别的法门 华言经上 佛给我们说的真话 不止三大阿僧奇节 要修那么久 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他有进进退退 实在说 进的少 退的多 所以时间才那么长 那这个法门就 容易一生当中 决定成就 不必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弥陀经上说 若一日若二日 到若七日 古德告诉我们 根性力的人 一天就成就了 地上经 婆罗门女一天成就了 他持绝华定志在往如来 的佛号 其实这个典故 也告诉我们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性纯属 且可福慧正常 我们还遇过三天的 银科法师 你看 勇猛地念 三天就见到阿弥陀佛 三天 我们 杨波医师 他的母亲 从发愿到往生 七天 这个都是给我们 做表法的 那我们想一想 若一日到若七日 跟三大阿僧起结 无量阿僧起结 那简直不能比 而且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的成就 还超过人家修三大阿僧起结 你说这个不是书称到极点了吗 所以叫行超普贤登彼岸 所以他太书胜了 所以难信了 很多菩萨修行人 修了那么久 他一看 怎么可能 那当然 他书胜了也有他的原因了 无量寿经也讲出来了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世 当有众生 执诸善本 以臣供养 无量诸佛 所以真正相信这个法门的 不怀疑的 他过去生已经供养 无量诸佛 所以我们不能侵犯任何人 他肯定阿弥陀佛 人家过去生供养 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加微利固 无量诸佛在加持他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受辞 受受 摄取受辞 这个阿弥陀佛 大恩大德 他把他果地上 成佛的 这个功德 含摄在这个万德 鸿鸣之中 我们只要肯念 这句佛号 就把阿弥陀佛 果地的功德 摄受成 自己的功德 这不可思议的法门 所以黄念主导 就是说 老实之名 全摄佛德 真明白这个道理 老儿上说的 分秒必争 珍惜这个万德鸿鸣 所以欧威大师说 以念佛顾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欧威大师这些法语 难怪阴光祖师要说 纵使古佛再来 也不可能超过其上 要开的这些 让我们信心坚定 欧威大师 那都是入境界的人 所以我们老实念佛 当下善根福德 跟佛平等 顿同诸佛 所以我们去体会体会 下联居导句是说 念及见佛 成佛死 把我们 一切妄念放下来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念及见佛 成佛死 三季 过去现在未来 三季同死 无先后 你专注念的时候 我们那种 时间空间的分别念 放下来 念及见佛 成佛死 三季同死 无先后 你这么去念 很简单 字句分明就好了 心就清静了 真乐 春明即是 欲光死 真重此时 莫空过 一念佛了 众生有缘 欲失光泽 佛光照 共灭善生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 莫不修止 一切忧恼 莫不泄透 如是 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 所不能及 因为阿弥陀佛是 光中 即尊 佛中 之王 所以这个男性之法 为佛与佛 乃能知 身闻一节 身闻一节 师佛志 尽其神力 莫能测 而且这个法门是恶力法门 最重要 有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 这个六种成就 首先是性成就 接下来是一时 你看老人家开解这个一时 什么是一时 师之道合之时 机感相应之时 我们很自成恭敬的时候 就是一时 老人家给我们举了 智者大师的例子 他持法华经 迟到药王平 一时 陷了 他到了灵鳩山 亲自听 释迦牟尼佛 讲法华经 诸位同修 你们想不想去 灵鳩山 听佛陀讲 无量受精 有为者 易若是 你真的自成心 我们也能够 入这样的境界 只要我们真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那真的我们 你也无量受精 能够 亲自去听 释迦牟尼佛 教导 我们刚刚说的 要有信心 不能每一次看到 师弟就说 哎呀那是祖师 哎呀那是老和尚 哎呀那是谁谁谁 这个念头 就是障碍 这个念头都放下来 完全不怀疑 师之道合 所以我们看梦子是榜样 孔子不在了 至成心 学得最好 亚胜 偶艺大师 读莲词大师的书超 教诲 林子大师不在了 时空 被至成心 突破了 变成九主 尽忠九主 陈德还认识一个 美国人 他还是犹太医的 他喜欢美术 结果 有一天 看到一幅 宋朝的画 画六祖大师 在披财 一个美国人 结果他就 用俗话讲 叫触殿 他就觉得 我一定要去中国 结果就到中国 遇到老和尚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拿着无量寿 经在念 念得很流利 后来我就请教他 你的中文怎么学得这么快 一个美国人 跟我说 首先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 我差点都站不住了 你知道 他居然用这样的语言 跟我讲 怎么把周五学后 你看人那个成心 哇 好像那个过去生的 善根 都会现前 所以我们真的老实念佛 那供养无量诸佛 像无量诸佛学习的善根 就随着一生 老实念佛 一生接一生 慢慢都会恢复回来 所以这个意思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那佛 老人家讲到了 这是指本事 释迦牟尼佛 也再次让我们体会 佛法 是教育 佛在 黄色尘 那这个在字 老人家还有开解 佛法不讲住 讲在 那诸位在家的同修 你们听了有没有感悟 不要执着住 因缘俱善 不要有一个 我的房子 那就麻烦 你的我的太强了 他会带你去轮回的 世间的东西 都不能够有染灼 觉得是我的 随缘去用 去相聚 但是不要 有我跟我所的增长 与大比丘 众万二千人聚 在所有大神经里面 万二千人聚的大比丘 只有法华经有 所以这一部 跟法华 这个表法是不恶了 后面还有跟华言的表法不恶 因为菩萨上手 首先就是 普贤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 华言三圣 那这两尊菩萨就代表 这一部经 就是华言 所以偶尔大师又顶出来了 华言 奥藏 法华 秘水 都在这一部经 甚至是这一部经的导影 这两部大经把我们引入 弥陀的愿海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一切大圣神通已大 接着这些菩萨的表法 真的我们看懂这些表法 我们就会叹未尘有 很珍惜 所以尊者乔成主 他是第一个开悟正果的 所以就表这一部经 这个法门 是能够第一个得度 第一个成佛 所谓于我法中 得名第一弟子 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原正三不退了 往生哪怕是下下平都正原正三不退了 这是乔成辱尊者的表法 第二 摄立佛尊者 他智慧第一 所以没有智慧很难相信这个法门 第三 尊者大目见连是神通 神通是通达明了 所以唯有大目见连是神通 因为他有大神通 他明了了 就像连池大师明了了 三藏十二部 让给别人物 八万四千行 饶与他人行 我就是一部 当说是阿弥陀镜 然后一句佛号 那印光祖师也是这么给我们表演的 那接着又有普贤菩萨 文殊实力菩萨 普贤菩萨密净不恶 文殊实力菩萨禅净不恶 所以经典里面讲 一句阿弥陀 无上生妙禅 不是禅二语 无上生妙禅 佛这句话我们要好好体会 要好好珍惜这句佛号 夏琳老慈悲 第十一拜 让我们体会 禅净不恶 一心观礼 佛有心身 心水佛信 心外无境 全佛是心 境外无心 全他极致 鸿鸣正张自性 净土方显为心 感应道交 呼应同时 十万亿尘 去此不远 心做心事 禅净不恶 第十二拜 秘境不恶 一心观礼 一心观礼 显密一体 身土不恶 身土不恶 称民 无意持重 教主 即是本尊 大日 遮纳 同归 光颂 华葬 秘言 不离极乐 树穷 三计 横辩 时序 阿弥陀佛 所以这些表法 给我们 很大的信心 那在 讲到密宗的时候 老人家还带出来了 密宗的 姻缘 佛密后 六百年 龙树菩萨 出来了 龙树菩萨 学习的能力 很强 佛法 他学完了 世间的宗教 他也学了 可是 都学完了 于是乎 自己 共高 我慢 这个也提醒我们 不能自己 学得很久了 起这个慢心 这个四大烦恼 这个我慢 我们一定要很警觉 越学越谦虚 不能有傲慢 而又让我们感觉到什么 佛菩萨慈悲 马上大菩萨 互念小菩萨 你们读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 龙树菩萨好幸运 我都没有 你看 不能起这个念头 可能你半夜会说 我们都护你那么久了 你还说没有 其实真的 现在 末法 五恶 五痛 五烧 佛菩萨慈悲 来护我们的 铁定我们身边有 我们真的静下心来 慢慢能够感受到 佛菩萨 同体大悲 怎么可能不护我们 所以这个信很重要 很重要 信为道源功德 要信佛菩萨 一心观礼 清净法身 骗一切处 我觉得我今天 很像那个 Top Sales 好像推荐了 两个东西 一个是 菩提心 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一个是 静修 结药 偏一切处啊 所以不能起一个念头 佛菩萨不照顾我 这个念头 造业 你说 照顾我 为什么我现在很痛苦呢 因为你自己 钻牛角尖嘛 都在加持你了 你要继续钻 没办法 你假如 不要那么较劲 好 现在有佛菩萨加持 到底让我悟什么呢 你马上 反观自己的念头 有时候 那你最痛苦的时候 你最知识的东西 现前 就在那一念之间 你就感觉 确实有加持力 所以这个 当下 真的一转 烦恼及菩提 危机 就是转机 甚至于 我们刚刚说 不要换对象 佛法是让我们 放下执着 放下情指 不能换对象 可是大家要注意 强者先迁 而我们要知道 我们本有 智慧 绝躁 可是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震得 我们一产生执着点 我们的绝躁 就降下来 看事 看不清楚 一直成病 所以现在也还没有哪一件事 让我们很纠结 我想这样 人家偏不让我那样 人家偏不让我那样 一纠结 就关照不了了 我曾经遇到一位 可能比我早啊 二十年讲课的 二十年讲课的 一位讲师啊 老羞了 他来找我 因为我们半班 他希望让他的孩子 挤进这个班 从我这里走后门 所以 首先在这里忏悔 我常常破坏团体规矩 后门都是从我这里走的 但是我不能再造这种业 我以前都是烂好人 最近我在体会 怒目金刚跟大慈大悲 是平等的 因为我到杨医师家的时候 看了 佛桌上有很多 大黑天 很威猛 那个人家也是慈悲 我最近在掺着一点 不然我就继续做烂好人 不行的 会坏事的 慈悲多或坏 那我们冷静去看 这一个父亲 他要安排他的孩子进来 他有情职 他有执着点 他就看不到什么 首先他看不到自己 的念头 再来他看不到孩子 客观的状况 任何事情 最好是水到渠成 瓜属地落 不然我们都会强求 都会着急 欲速则不达 所以我们去感受感受 你在跟家里人的相处 你在护持他 希望他好 你能不能去感觉 你在提醒他的哪一个点 最后水到渠成 他明白 他感谢你 还是你太着急了 结果反而让他误会了 然后你也很无辜 也很无奈 我明明为他好 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 这个说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因为他有执着了 他看不到 其实他硬把他的孩子 推进来 有可能他学成反感 有可能他学了之后 也不觉得 多好啊 他的语言就 可能后面就不是很好发展 可是你好好表发 我们慢慢铺垫因缘 可能一年两年之后 那是最成熟的缘 我也接触过很多这种缘分 会弄巧成拙 因为我们的念头是 控制 情职 我们的念头是忘念 怎么可能我们的依报 会转得更好呢 依报随着正报转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放下情职 情职是什么 控制 对方 不听我们的 我们就不高兴了 我为你好呢 用现在的话叫 爱你没商量 可是自己看不到啊 看不到自己的控制啊 还觉得我是为他好 这个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看不到问题就没有办法修行 就会越来越执着 然后搞得家里的人压力很大 所以一般学佛的人 家里会越来越好的 比较少 越来越紧张的超过一半 我现在讲话都比较保守 含蓄一点 因为不净则退嘛 你假如学对了 你执着越来越清 心难越来越清净真诚 那家一定越来越合了 所以修行的人呢 首先要打破自欺一关 要看清楚这些念头里面 真的有控制 有要求啊 要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昔敌啊 再来哦 你对孩子会控制 会有停止作用 你对小孩也会有停止作用 你遇到善知识 会不会停止作用 所以我跟你们都分享过了 我在老婆上 身边有清静的机会 我看到也有同修 在跟老人家搞情子 在那里 争宠了 求表现了 哎呦 我都觉得太可惜了 太约慌了 那对老人家有情子 也想控制啊 老人家到我到场来 哇 在那墙啊 说 哎 这种控制出来了 那老人家怎么教他 甚至于老人家还得听他的 照他的方式教他 控制起作用了 所以老人家功夫很高 连学生他都 好好好 学生要顺老师容易啊 老师要随顺学生 可不简单了 孩子要顺父母容易啊 父母要顺孩子 不简单了 我们要了解 善知识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不是你希望他来 他就来啊 有可能就增长你的贪着啦 善知识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 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看到习气 放下习气 因为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啊 可是我们不放下 我们自信的得能 显不出来啊 他是帮我们放下的 我们跟他搞情职的 那他铁定 不愿意啊 铁定先跟你保持距离啊 保持距离 你又更生气了 都对谁比较好 对我比较不好 我们要相信啊 善知识是平等的 假如他没有平等 那你也不要跟他学了 不平等心 他也不叫善知识了 是吧 所以有时候你很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良事意有啊 在点你的执着啊 你能够反观了 你就受用了 狂信不歇啊 歇吉菩提啊 就是个念头啊 尤其六祖大师还特别提醒我们 密在乳边啊 这句话 好好我们自己去体会 何其自信 本质具处 人生万法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我们本有的 不能依赖 依赖的话呢 自信 会障碍住的 所以阿难尊者的表法 我们要看懂啊 他有情职啊 所以佛陀要走了 他在哭啊 结果佛陀一走 加设尊者 呵斥他 你还没有 证阿罗汉果 没有资格集结经账 他当天就勇猛精进了 你看佛陀 要破他的执着 他离开了 所以佛陀灭度 也是慈悲啊 所以诸位同修 你们都比我好命啊 因为我 当时候要去海口 我爸爸就交代说 你跟着杨老师 后面三年啊 后来我一去了 不到一个礼拜 杨老师说 这里交给你了 我走了 没人可以依赖了 潜力就发挥出来了 无意道人啊 尤其我们在娑婆界 情子深重 特别容易要依赖 能把这个依赖的经 放下来 自己的能力会提升不少 好 就像我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个礼拜天 要分享论语 我说 不是有两个人要来陪我备课吗 怎么都没来啊 在那个当下 我赶紧关照念头 不能执着 你继续这样想来 心情越不好 是吧 我每天考试也很多的 我马上转念 这个是让我独立起来 没有任何人协助 我也能备课 就我一下觉得 潜力发挥不少 虽然上场的时候 有点 这个 出了点小状况 因为电脑刚好出了个问题 在这些静缘 也是提醒自己 不能有依赖 好 我们时间已经交过了 我们这个 还有十二分钟 就到点了 到 到一个完整的点 有没有哪一位 同修 我们上一节课 大家学了之后 自己在生活 处事 去体会 去 力行 自己有什么感悟 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你们不能执着 因为你们刚刚听了我太啰嗦了 一个半小时都超过了 但你们现在不能执着听的状态 观无助菩萨 我们听了这个 贤富等十六正式要马上用出来 不能助 不能助在听的状态 现在阴远已经变了 马上阴无所住 而身举手 而身举手 梓家 有请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感恩师兄们 刚才确实是都听入迷了 然后 边听 其实 弟子就是心里有一点点怀疑 就觉得做不到 我觉得 那这个可以提出来探讨 对呀 比如说 第一节课 弟子还记得 当时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法师问我们大家 说是 大家学这门 学这个经典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当时弟子 第一个下意识 就一下子就想起来 老法师在第一集中提到的 我们学佛 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是要做佛 如果不做佛 那这个佛就白学了 当时弟子在听的时候 就印象特别深 然后就突然觉得 老法师说的那句话 而且说的那么重 他说 如果我们 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是要做佛 就是那个声音还特意重心长 然后弟子当时听到好像 惊出一身冷汗的一种感觉 我就觉得 天哪 很非常惭愧 当当时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就特别惭愧 反省到自己 其实学佛这么多年 包括 我们在念佛 就是这个念佛的时候 或者学佛的时候 是不是 真的就是为了做佛呢 好像完全不是 我想自己 好像刚刚学佛的时候 是这样 刚刚接触 清除法门 刚刚听老法师讲经 然后那个时候 刚刚念佛的时候 好像真的有那种 虚拟间的刹那中的那种爆发 那个力量 就是想 一定要非常坚定的信愿 要去学 要去念 然后确实呢 就是回想那个时候 这个念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么多年学下来 真的就是英文那句话 好像老法师讲经提到过 学佛一年 佛在心中 学佛二年 佛在眼前 学佛三年 佛在脑后 我就觉得 哎呀 就这么多年 这个如果是没有遇到法师 你没有遇到我们这个团队 真的不知道自己就 学哪去了 这个佛就跑哪去了 而且 说实话 我们这法师也知道 我们都是有家庭的 在红尘中 我是提到那个 老法师讲到 有人说要到山里去学 然后当时 彼此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 呀 这好像说出我们大家的心声 好像越在家庭中 越想出家 就是想赶紧逃离这个环境 其实 真的就是那种 很逃避的心态 甚至说是 就像刚才法师提到的 我们这个学佛 可能越学啊 这个家庭关系越紧张 这个紧张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但是确实是在几年前 我觉得我们 至少我们团队 可能一些师兄会聊 哎呀 常常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说我们的家庭可能是 水深火热中 这种感觉 那是几年前了 但是 确实是感恩疫情 感恩法师的带领 我们现在 好像水也不那么深了 火也不那么热了 然后 确实是有了进步 但是 即使是有进步 我每次听老法师讲 比如说 清静 平等 觉悟 好像是那种 是有 就是真的是 是懂 非懂 常常觉得 如果真的懂了 如果我们真的能 做到平等心 真的能够 清静 平等 觉的话 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信念 就坚定了 我们这个符号 就能提起来 但是现在常常就是 法师刚才你讲 这个符号要老实念 但是真的觉得 就是不老实 比如说 没有人的时候 哎 这符号还能提起来 然后 人少的时候也可以 但是常常就是 比如说在 比如说前段时间 过个圣诞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 以前是吃一顿饭 这功夫就没了 现在呢 比以前进步了 吃两顿饭 三顿饭还行 但是过个节 几天 常常跟朋友聚 然后 哎呀 就一下子觉得 不能说是几天之后 被打回圆形吧 但是也是觉得 这个功夫退步了不少 然后现在就要 经常的提醒自己 用师父您的话 就是说 战战兢兢的 提醒自己 时刻提醒自己 但是确实觉得 挺难 然后 也是常常在想 最近这一周 一直就是常常在想 老法师那句话 我们学佛 就是为了成佛 真的如果不成佛 不想成佛 这个佛就白学了 就包括我们念佛号也是 但是呢 好像是我们念佛号 这个心也不太对 也不太知道怎么用心 因为常常想 我们都念了这么多年 佛号了 都念这么长时间佛号 那怎么还是在这呢 那就老实念就好 别想念 对 所以就是老实念吧 然后 对 然后我们的 还有呢 就是要学破 学会看破放下 但是也是看不破放下 那就继续看破放下吧 还是学了法师的指导 请法师 确实是这个佛法应该是 教大家怎么转心念 怎样转心 这转心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 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 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转心了 但是很多人 很多转不了啊 就是 遇到境界 转不了是正常的 大家要了解啊 我们会有这些 担心啊 比较负面的感受啊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修行就是 身处俗 俗处身 它有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 再来越学越简单 修行就是个念头 所以当我们提起来 哎呀好难啊 赶快把这个男子打掉 阿弥陀佛 你看我们 只讲我们今天一开始 不是说 修清静心吗 你刚刚那一些念头啊 会影响你的清静啊 所以老法师有教了 有这些情绪起来了 有贪嗔痴起来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清洁剂啊 但是很正常 不是说我们现在 随时提得起来 但是你不断地用功 慢慢慢慢 佛号就越来越俗了 我们首先呢 要 不着急 不服躁 修行要有耐心 我们假如性格比较急啊 就容易会有这种气馁 我们要有一种 越挫越勇的态度出来 您未成功找方法 我虽然是有进步了 现在可以吃好几餐了 但是呢 若要 佛不离口啊 先须诸不离手 还是要讲究方法 所以去吃饭的时候呢 手上拿个佛诸 阿弥陀佛 当然平常就要 诸不离手 把他念习惯了 念熟了 你去见这些亲戚朋友的时候 你手上 还在念佛诸 但是呢 念慢一点 不要着急 其实我现在跟人家谈话 我手上都拿一个佛诸 然后他讲的话 快动我的心的时候 我就赶快 阿弥陀 马上调下去了 我是太会装了 都没让你们看到而已 我们看不到 把这个方法 其实弟子也试过一次 是正好 之前 一个月前吧 跟先生在一起吃饭 然后那时候 弟子觉得 想平时吃饭的时候 我怕有时候分心 就想把念佛号 我就把这佛诸拿着 在那里念 然后我先生看着 你这干嘛呢 超度呢 我说没有 还好 我觉得我先生至少还是比较理解 我他知道我学佛 然后我就在想 我是跟家人 我拿着佛诸念 都容易被理解为超度 我只要是拿出去 跟朋友在一起 我拿着这个佛诸念 是不是有点 不太适宜 然后我就想 还是练吧 平时这个 把这个佛号记在心里 心里默念 好 我们呢 这个 我们学大乘佛法 要离言说下 离明智下 离心源下 指甲你现在不能坐在佛诸 它是一个什么 提醒 提醒 比方说你假如拿佛诸呢 你的家里人会误会 你可以不拿 但是你可以继续按 是吧 你跟自己有一个默契了 你按一下 就是告诉自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吧 你只要怕他看到你这个手按 握在这里 都要有上脚方便嘛 不要 我们学佛要活活泼泼的 不能死板 随任何境界 世事无碍 你不要一遇到这个 我拿佛诸他就误会了 我不拿了 我又忘念很多了 你看 又顺着你 我们要修行的人 要突破 要积极向上 乐观进取 不要从 常常会有悲观思想 也要转变这种心态 好的 感恩法师 那你看老人家有讲了 极根菩萨 极呀 是清净 我们看到这个极根菩萨的开解 真正的乐 是什么 极灭 心地清净 这才是真的 你没有法子体会啊 为什么 从来没有享受过啊 你怎么会体会得到呢 心地清净 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没有悠恋 没有牵挂 真乐啊 你看我们一起共学 刚刚您不是说 哎呀 都听忘了时间呢 哎 你刚刚那一个多小时 有没有烦恼 没有 那你要让他保持 是 就是保持这个状态挺难的 平时烦恼少 然后出去之后 跟朋友聊天 哎呀 这个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 对 然后常常是朋友的这个烦恼 我当时听了还劝解他 那劝解完之后 等我们分开了 然后我再想一想 哎 他的烦恼好像变成我的烦恼 所以说 这个姑父也要练呢 这个都 都是过程 大家都不要 不要着急 但是就是说呢 我们慢慢慢慢 精进 尝到法位了 四位哪有法位浓啊 就不会去追逐五欲六成 再来呢 因为你感受清静 感受真心越来越多 当你起一个贪嗔痴 当你起一个情绪的时候 你会慢慢感觉 他对你的身心没有帮助 你真的有感觉到了 你就不愿意继续这样 糊涂了 其实说实在的 你起一个难的念头的时候 你的身心是什么感觉 静远无好丑啊 静远无难易啊 好丑起于心 慢慢去感受 我们一起分别执着的时候 自己的状态 这个能量就像这样 你不起分别执着 你好好念佛 好好听经 好好读经 好好提醒自己 用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去对人 你在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都是用这样的心 你自己的能量 都随着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都在提升 越聊越有静 越聊越有灵感 所以下一次 要去跟人家吃饭的时候 一心无关理 尽虚空变法界 常住三宝 十方护法不善 金刚犯天龙神 圣贤等重 那就很多常住三宝 跟龙天护法 跟着你去吃饭 那顿饭就变法宴了 就变成把佛法 介绍给有缘的人了 好 我看还有 王伟英 居士 是女儿要分享 有请 法师慈悲开始 那时候最重要是开头的时候 法师讲 比如说操心 有什么用 然后我就 操心 我就发现 真的没有用 有一段时间 我是特别的操心 担心 然后没想到 越操心 身体越不好 只要身体越不好 越操心 这样就恶性修缓 所以我就那时候 真的想 操心有什么用 我就一念了 我就真的 觉得不要操心了 后来这几个星期啊 都不操心 反而发现 特别开心 然后不操心的时候 事情反而变得越来越好 越不操心 还有 那个 法师说 心要清静 然后呢 我就 看到 对方心不清静 然后呢 我看到 对方心不清静 我的心也不清静的 其实就是 说我今天修道神 不见世间过 然后 我觉得看到 别圣见世间过 自己也是在见 别圣的过 真的心要 看住 我发现 对 看住心 谢谢 谢谢Sara 修行没有很复杂 就是个心念 别搞复杂了 她刚刚分析出来 她的心理状态 你越操心 身体又越不好 身体不好 你又很容易负面 恶性循环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赶快把念头一转 就是回头是岸 不要乱操心了 自己觉得自己身体 身体是自己最静的衣报 马上就有受用了 而且刚刚提到 我见人家过了 自己也不清静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 贤共尊修 普贤大师之德 我们把普贤行 转变成我们的心静 言行 称赞如来 礼敬诸佛 你礼敬他 你就不会去挑他的毛病 称赞如来 所以你就很会去欣赏别人 他有缺点 那不觉本无 不要放心上 你越理尽他 你就很容易看到他的善根 闪光点 这就是一种良性循环 你越看他的缺点 就恶性循环 都是个念头 真的天壤之别 那当然我们还是客观的讲 这个过年过节 每天这样聚会 我们的功力角度不够 还是会有点影响 那干脆过年过节 来个无量塑精密集班 这个就可以稳住了 当然秘集班当中 一定要去的宴会还是要去 比方说你不能参加秘集班 公公婆婆请你吃饭 你都不去的 最后说这个人可能学米了 好像跟着什么成什么德的 那就麻烦了 我得祈求大家 你们得把成德跟你们家人的缘铺垫好 铺垫好 别搞砸了 你们铺垫好 说不定哪天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 又见到你们的亲人 说不定就结上这个跟我们出家人的缘了 你们要铺垫好 所以该去的还去 但是我们密集 密集学习 这样就稳得住了 明明知道这个仗要挑战比较大 当然现在要练兵要练得更积极一点吧 好 好那最后我们请我们 这个黄会长 感恩法师 弟子先首先代表学会 代表各位 参与圣会的同修大德 感恩法师 为我们能够开解 无量寿经精彩的教育 如 请创业 你现在我也很紧张 弟子的感觉就是 每次经议法师开解 如雷灌顶 正好欲容 那今天弟子 最大的收获就是 就是横辩十方 数穷三级 那我们如果真信了 如果是在生活中 那我们生活就不会是这样的 那弟子常常反省 为什么轻量这么小 尤其和在家里人啊 相处啊 比如说和太太闹矛盾啊 常常是太太向弟子来 道歉 所以这弟子在这里忏悔啊 那个没有 没有为他的着想 尤其没有为家人着想 没有为众生着想 尤其让你这么小 真是辜负了佛菩萨的 点化 教诲 尤其派那个 陈德法师 这样的善知识 尊尊教导 实实提携 还是 就我进度 太小 实在是辜负了 诗人辜负了 祖宗佛菩萨的 大恩大德 那这次 老和尚在讲 那个《无量寿经》 第二讲的时候 从卢寿文 开解经义 那弟子读到这个 就是听到老和尚讲 一时 这个两个字的时候 讲智者大师 入定 读法华经 入定 然后看到 听到那种 释迦摩尼佛 还在 临山 讲法华经 那弟子就深刻感受到 其实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在翻看经本的时候 其实释迦摩尼佛 就在跟我们讲 当下就在讲 打开《无量寿经》经本 释迦摩尼佛 当下就在我们讲 《无量寿经》 那我们如果 真的有这个 恭敬心的话 再去读经 佛菩萨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感恩心 自然而然 就会升起 那这些弟子 深刻感受到 我们对佛 菩萨 平时太不恭敬 别说感恩心了 就是在佛 菩萨面前 打开经本 还是很散漫 在读经 还是觉得这个经文 经文很容易得到 那个听经很容易得到 用散漫心来听 那这个得到的法意 就会非常的有限 所以也是我们 停滞不前的 学佛停滞不前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上一期 法师也讲 也是提到 一分恭敬 一分沉浸 得一分礼仪 十分沉浸 得十分礼仪 所以这个沉浸心 在生活中 我们的确 要非常的 非常的注重 尤其呢 这个 法师经历又讲到 经典的传承 来之不易 又各位祖师大德 远从西域 把这个佛经 传到中国 然后经历千辛万苦 来把经典 翻译成中文 让我们能够 真正的读到 能够开 又有老和尚 又有各位祖师大德 能开解 用成德法师 给我们开解 的确是来之不易 更要好好的珍惜 其他的 这些末学 这是暂时想到的 几点体会 就是 总之一句话吧 法师曾经在 讲经的时候说过 恭敬心 体现在细节 我们的确是在生活中 要处处在战 就把佛菩萨 祖先 就当作 是就在面前 给我们在教会 不能有丝毫的 不公斤 这是弟子 也是深刻忏悔 谢谢 黄会长 我们听他分享 很感动 相信我们下一次 再翻开无量寿经 感受不一样 释迦摩尼佛就在我们面前 来教导我们 而且他能够对着我们大众 忏悔他跟太太 这个也是普邪型 忏悔业障 而且都是刚好跟 市长老人家今天讲的 他也在我们共学当中 能够随文入观 去观照 去反省 老人家说要扩宽 兴量 他马上能检讨 自己的不足 那也让陈德感受 真的学习无量寿经 这个加持力太大了 大家能得到一点点的利益 这个都是佛菩萨的加持 跟陈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自己也是感谢大家 有这个平台 有这个时间 大家一起共学 我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 没有烦恼 大家一起如切如搓 所以末法当中 善有为一 还是很重要 那信心重要 信心清净 急身实相 相信 智者大师也是 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持诵法华经 所以他能见到 丁山 讲法华经的圣经 他老人家可以做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做得到 好 我们感谢今天 分享的同修 感谢他们给我们的感悟 很出动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那个 十六正式 我们下一节课 再从这里 跟大家分享 十六正式的表法 其实就是整部经的 重点都在里面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